听这个朋友的朋友给我讲了两件事 有点东西 第一时间给宝子们分享了 说这个事儿的人叫小罗 三十出头 在他小学四年级的时候 这个小罗就遇到人生中的第一件怪事 那个时候学校都比较老旧 尤其是厕所 是那种半露天的 就一进去 左側边靠墙一条长长的小便池 右側边靠墙是一排长长的坑位 那每个坑位之间都遇到隔墙 坑位上面是有顶的 那个年代 大多数学校的厕所都是这样 当时是每个班都要轮流直日打扫这个厕所 那轮到小罗他们班的时候 这个小罗就自高奋勇 跟另外一个同学去打扫这个南厕 因为平时厕所都有人 所以他们是下午第一节课的时候去打扫 厕所的格局就是一个长方形 于是小罗跟另外一个同学就商量 一个从最里边往外打扫 一个从外边往里打扫 刚好在中间集合 再把垃圾给清走 两个人订好计划就开始打扫了 这个小罗是从里面往外扫的 那肯定是从里面的墙角就开始扫了 扫得很仔细很认真 每一个坑位都不放过 另外一个同学也是一样 两个人扫了十分钟左右 在中间集合了 一个人拿扫斗 另外一个人往里扫 那突然 从最里面那个方向 就传来一个声音 你们干嘛呢 一个小女孩的声音 这个小罗和那个同学回头一看 在最里面那个坑位那 一个小女孩伸出个脑袋 正看着他俩 只有脑袋是露出来的 身体呢是被那个隔墙挡住的看不到 就扎着两个小辫 脸特别的白 这个小罗当时就浑身扎毛了 站在大太阳底下都觉得发寒 因为自己刚扫过嘛 根本没有人 哪来的小女孩呢 那另外一个同学呢也觉得不对了 直接把这个扫帚啥的往地上一丢 就往外跑 小罗是紧跟其后 两个人跑到厕所外面之后呢 就远远的看着厕所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这个时候呢 有一位老师走过来了 看样子呢 是要去厕所的 这个老师也看到小罗他们了 就问他俩不上课干嘛呢 小罗呢就跟同学 把刚刚的事跟这个老师讲了 老师肯定不信嘛 带着小罗他们 又进到厕所里 转来一圈 但是 除了地上扫好的垃圾之外 什么都没有 这个老师呢 就批评了他们俩 让他们赶紧扫完 去这个上课 后来这个事呢 也不了了之了 不过打那以后呢 这个小罗对厕所 就阴影了 每次去 必须得跟上同学一起 虽然说过去了很多年啊 但那个小女孩的样子 小罗说啊 到现在都记得很清楚 那另外 还有一件事 就在五年前发生的 这个小罗呢 有两个好兄弟 其中有一位兄弟呢 在上海发展 咱就叫他强子吧 有一次呢 这个强子 从上海回老家 兄弟三人难得一句 喝到大半夜 第二天呢 这个强子就回了上海 结果没几天 传来噩耗 强子走了 因为一场交通意外 收到这个消息之后呢 小罗跟另外一个兄弟呢 觉得非常的伤心 你看啊 刚喝过酒没几天 好兄弟忽然间就不在了 两个人呢 也全程参与了强子的告别仪式 这个事过去之后 到了第二年的清明节 小罗和媳妇啊 晚上在卧室睡觉 他们这个卧室呢 是一进门 正对面的是窗户 右手边靠墙 是床 当时小罗的媳妇睡外面 小罗睡里面 媳妇的脸朝外 侧躺 小罗在后面抱着媳妇 睡得好好的 这个小罗啊 忽然间醒了 当时呢 卧室没有开灯 但是窗户那有月光透进来 小罗呢 就模模糊糊的看到 门那个位置 好像是站着一个人 他那个卧室的门 当时没有关 是完全推开的状态 就贴着墙 但是他门上呢 有一个那种 格挡蚊子的那种沙莲 那个人影呢 就站在沙莲旁 背后就是卧室的门 小罗的第一反应 家里进贼了 也不敢动啊 就眯着眼睛 一直盯着那 敌不动 我不动嘛 那盯久之后 他就发现 这个身影怎么这么熟悉 很像自己的兄弟墙子 发现之后呢 小罗就更害怕了 他就闭上眼睛 想怎么办 但你说 眼睛不看着 人更慌 于是呢 他又睁开了眼睛 结果 就在这一睁一闭之间 那道身影 已经来到他床前 没错 就是墙子 站在他的床边上 一动不动的看着他 小罗当时吓得 赶紧闭上眼睛 瑟瑟发抖 心里就一直说 兄弟啊 你别吓我 我明天就去给你烧点东西 那因为抖得太猛了 就把他媳妇给抖醒了 他媳妇就问他 你抖啥呢 小罗这个时候呢 就睁开了眼睛 发现墙子已经不见了 那因为怕吓死他媳妇嘛 就没跟他媳妇讲这个事 就说自己冷的 没事 然后一晚上他都不敢睡了 没事呢 就睁眼看看 一直到第二天早上 就七点还不到 小罗的电话忽然间响了 是另外一个兄弟打来的 电话一接通 那哥们就说了 小罗 咱今天去给强子烧点东西吧 X的昨天夜里他来找我了 这小罗一听 赶紧的穿衣服出门 跟着兄弟会合了 见面一问 那兄弟的经历 和小罗差不多 就打那以后呢 每年清明 还有强子祭日 俩兄弟不管多忙 都必须去看看他 好在后面呢 再也没有什么怪事发生了 虽然说两次经历呢 都很简单 但是我头回听的时候 居然让我后背有点发麻 难得 好了 我是老票 下个故事见